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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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请 爸爸妈妈弟弟没有保护好你 但是你知道 我们有多么爱你 虽然遇到不幸 但你这24年的人生 依然出埋家人 朋友 老师 同学 对你的爱 记得爸爸妈妈 给你的教育 相信这个世界 是那么善良 美好 现在 你放下一圈 带着大家的爱 到天堂去 快乐生活 宝贝你们 我们永远爱你 我们很想要争取公平正义 想要讨回讨一份公道 这所谓公道 其实就不是 不要再有一对 伤心自己的父母 不要有危机 发生 犯人的性命 不顾回受害者的生命 但是可教化 真的有自己做到教化吗 真的因为犯人 交换后 而危机 不再发生了吗 我想 这才是社会大众 所关注的